一肚子气 新北中和的影城 片长原本两个小时 又五分钟的侏罗纪事件 因为陆陆续续跳电了三次 民众看了三个半小时 而工作人员为了下一个场次的观众清场 双方一度爆发冲突 电影侏罗纪世界全球首周票房就突破五亿 更是台美首周票房双冠军 掀起一股恐龙热潮 没想到却在台湾写下侏罗纪系列电影 单片放映最长的时间记录 如果我们坚持要继续播音部分 我这边还在确认机器的状况 所以再稍等一下 萤幕压根没在播电影 底下观众情绪就快按耐不住 工作人员却急着要观众离席 让民众好兇气 在上一期间你就可以拿这个票 今天的票跟大火箱直接换一张 做机器的票 来现场就会换 只有这样而已 民众投诉12点40分进场看电影 没想到下午2点12分 2点50分还有3点35分 陆续跳了三次电 观众超错愕 在外面等候 里头电影还没看完 外面的人又进不来 工作人员不知所措 双方爆发激烈口角 他只是不想让这一场 十几分钟的时间 突然到他下一场的开场时间 对 所以这是场内的 比较没办法接受原因 现场125分钟的电影 跟着播了三个半小时 虽然院方最后是让民众 可以得到两部任选电影的补偿 但来电影院放松的好心情 已经大受影响 现在目前是要看我们现场维修的状况 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这边还没有通报 全民风侏罗继看电影 却发生跳电 台电赶紧解释 线路确认都正常 应该是影城设备出现问题